据台湾媒体报道 韩国瑜28号结束拼经济之旅返台 此行共收获约52亿元新台币的订单 创下台湾县市官员拼订单的最高纪录 岛内绿营眼红韩国瑜收获满满 群起而攻击诬陷其卖台 韩国瑜愤而反击 他强调 我是卖菜狼不是小红帽 不要以为给我一领红帽子 我就怕了这群以爱台之名 行害台之实的大一郎 陈水扁父子充当了近期 绿营对于韩国瑜攻击的急先锋 28号深夜 陈水扁发表视频 对韩国瑜冷嘲热讽 说阿宾和丹地中 别的惊人两个 都没有你绝合 我是感觉说 这样就不对了 在这 我也又要向韩国瑜 伺党来绝合 绝合韩伺党 可以如官代表中国国民党 参选2,020年 嘴上说是祝福 但讲得句句带次 你伺党好好做 当然伺党去 你会更无用 要选择 我感觉说 这样在一趟里面 先选习党 又要来选习党 习党为节 还不知道 就还要来吃我来看我活 我感觉说 真的是 卵医党所说的 一百年以来 很烦你看到的 政治的基材 真的 有够厉害就对了 所以 阿伯 没有你绝合 也说不过 不仅陈水扁 近期 民进党可谓 倾全党之力 抹黑攻击韩国瑜 而且运用了 行政和法律手段 面对绿营的 铭枪案件 韩国瑜指出 他这次带回约 52亿的合作备忘 录语订单 其中包括约 38亿货真价实的合约 但台湾还充斥着 贪污有礼 外销有罪 招即可以 招商犯法等 牛鬼蛇神的言行 一直拖累台湾的 民主进步 他强调 当年 单枪匹马 都没怕过那些 豺狼虎豹 今天 所有想过好日子的 高雄市民 都和他一起打拼经济 更不可能 被这些牛鬼蛇神 给吓倒 他在脸书上写道 我是卖菜狼 不是小红帽 不要以为 给我一顶红帽子 我就怕了这群 以爱台之名 行害台之识的 大野狼 未来 卖笑不卖身 卖货不卖台的 卖菜狼 还是会继续 开大门走大陆 和高雄市民一起 大步向前行 对于绿营的磨刀祸祸 前台北市长 郝龙斌也痛批 韩国瑜访问 港澳大陆 就像照妖镜一样 把民进党这些 腥风作浪的 妖魔鬼怪 都引了出来 而国民党政策会 前执行长蔡正元 28号晚间 也在脸书上 发文表示 蔡英文也好 台当局 前行政机构 负责人赖清德也罢 都是不要族 民进党是不要党 为啥这样说呢 蔡正元表示 民进党不要 九二共识 不要一国两制 台湾方案 不要统一 不要联案和平协议 不要陆资 来台投资 不要大陆买水果 总之就是 不要不要不要 但他们到底要什么 要权力 要好处 要发财 怎么要什么 都说不出来 也说不清楚